HELLO 你好我是Snowz 今天歡迎我們來繼續進入 Dawain就加入這系列的影片 那在5月16號的時候 達至獨行俠隊打敗了去年競技章總決賽的風華城太陽隊 並且捲成Broncen、Logadon G、Spearster代位聯合起來貢獻了89分 跟太陽隊全隊的得分來說的話僅僅只差了1分 而太陽隊在第七戰基本上可以說是全員熄火 所以今年東西區的總決賽已經出來了 分別是勇士隊對獨行俠 以及熱火對決賽亞提克 那這邊整體的預測都跟我當初講的好像 我記得啦好像不太一樣 來看一下本賽季誰啊 總冠軍 最後總冠軍的話是我們的 沒有玩就勾隊 恭喜 特別是我一直跟我的朋友講 就是今年太陽隊一定有機會可以爭奪總冠軍 沒有想到本賽季就直接倒在這裡了 但確實也能理解 在本賽季補進的Spincer代位置之後 打死獨行俠隊整體的陣容確實更加適應了 雖然今年獨行俠隊少到了Prosingas 卻不見得他們更加需要的Spincer代位置 也算打理了大家當時認為 Prosingas有點被賤賣的情況 但我要老實說這確實也是個賭注 但是至少是獨行俠隊今年是賭隊了 好啦還是來看一下最後以模擬的情況下的話 是誰拿總冠軍啊 最後總冠軍的話是我們的 麥米弱隊 恭喜 最後是Beg Adphile 我們拿下最後的MVP 長軍23分 12.8個籃板 6色助攻 1.8色的超級 2.8色活過 外帶363分9命中率 但確實獨行俠隊有沒有機會可以打贏勇士隊 這也是不無可能的事情 但我怕到時候又說我這個嘴巴開過光啦 我還是不要再說話好了 在影片看來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這個頻道的話 請按下訂閱按鈕 並且開啟想讓隨時關注我們最新的影片動態 也可以加入頻道會員接受更多福利唷 好今天的話 我們最重要是要讓獨行俠隊擁有Chris Paul 特別最主要是因為我希望可以讓Chris Paul 拿下也是總冠軍啦 這個應該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事情啦 好今年的話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我們的熱鬥選秀 獨行俠隊今年選秀權在第26名 今年其實要換的話 我自己覺得用選秀權加Spencer Dunwoody 應該換起來就比較有可能性的 我覺得主要可能是在於說選秀權的問題 那我剛剛是把實地瓶條款關掉了 這樣子應該會比較容易一些 我覺得可能要再多加一個比較重要的球員 Protens的話對他們來說可能沒有什麼意義 兩個加起來換這個Terry Rosier 那可能就沒有問題了 我們選擇這樣換 換完之後 Rosier拉到3號位 然後這樣子再去做交易案的話 我覺得相對起來比較有可能性的 然後加分裂Smith 然後加懸佑拳 這樣子應該是挺有可能性的 OK 他換了 那我們這樣的話就會有 Loka Donald Judge Chris Paul 然後Spincer Dunwoody 然後全身Broncen 那看起來Dontridge會打到2號位 然後Broncen的話可能會打回控局會 然後是替補第2人的感覺 那今年的選秀就只有一個第二輪 而且是非常倒數的順位 那我這邊就選個Tabbit Brown好了 我以為第10順位會被挑走 哇 太扯了太扯了 他那個吹捧我也是不懂欸 他既然已經吹成這樣 那我們就把他選下來啦 沒問題 卡利把我們這邊還是留下來啦 這邊當然是把Jerry Bronson留下來啦 1925 應該是可以的 然後我這邊補個My Daniels應該是可以的 他還可以完美戴這家Protice 而且他剛剛是被裁掉的 然後Jover McGill 一年550萬 應該你可以接受 OK 來了 這樣子我們陣容是一個完美的補齊啊 當然Protice這邊要不要走 我自己是覺得他薪資上有點太高了 雖然他在巫師隊這兩年呢 打起來感覺還算不錯 但我自己覺得啦 他薪資這樣子 可能對我們的陣容不是一個很完美的狀態 來瞭解一下如果把他交易掉呢 能夠換什麼呢 啥都換不了 啊 該死 我覺得最完美是這樣換啦 說實在的 我們球隊裡面不需要這個Protice 所以我們這邊跟快點隊換這樣子的話 但陣容上我們會更加的優勢 好 就選擇這樣換 然後我們可以試著再補一個射手 JJR再回來打一年是嗎 我記得他已經要退役耶 沒關係啦 然後Dame Lee也要他回來看看 兩個選一個喔 我選Dame Lee JJR應該退休差不多了啦 就選他回來 OK 今年我們陣容 補得乾乾淨淨齊齊齊全全的啊 Chris Paul只下降一點啊 所以我們是可以接受的啊 JMG下降三點 我們陣容上其實老說有那麼一點點的 沒有這麼年輕的喔 說實在的 Morris下降了三點 哎呀 微可惜 但是我覺得還可以理解啊 我們看Protice你就知道了 對啊你看Protice跟Triple兩個都下降啊 所以我覺得Morris下降了也是能理解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這個陣容 Chris Paul Done Judge Tin Hathaway Jermont Daniels Dwip Powell 然後第六人的話是Jenton Brunson 這個組合我覺得非常的讚啊 所以老實說我最擔憂的就是我們的防守 我們的防守是真的沒有那麼好 因為老實說Tin Hathaway Jr. 跟我們的Josh Green 都不是屬於防守特別好的封線 然後分類Smith的話可能會相對起來 比較適合待在我們的3-4-2位 所以我在季中的一個想法就是我會選擇做一些交易案 來試著讓我們的封線可以再更好一點 可以要到像是Joy Crowder這類的球員會比較適合我們球隊 但我們這邊還是了解一下 我們知道季中的話會有什麼樣的戰績吧 好現在來到季中 但今年的我們這個戰績居然只有分區第10名啊 然後我們也想到太陽隊在經歷過我們的交易案之後 反而戰績更加上去的一點 哎呀我們是不是幫助了他們不少啊 但話也不能這樣說 今年Chris Paul的戰績雖然有些下降 但是我們Done Judge是維持一樣的水準 並且他的助攻來到場區9.14 而且是生涯新高啊 聽他的尾這邊趕得起來就沒有這麼的好了 但沒關係我們先去把My Daniels交易掉 然後Morris可以留只是我在想而已啦 如果我可以換到一個3位防守極強的球員的話 我們是可以選擇換的喔 換這些射手看起來都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我換個Oneo過來不錯啊 只是Jordan Clarkson這邊會不會讓我們陣容有點怪怪 對如果要換的話我可能會想要換Bogdanovic 這可能還比較符合我們的陣容一點 然後加2027的達恩神族群下就選右拳 然後加個Azubuki給我 Azubuki我對他印象就沒有這麼深 而且可以作為我們的未來資產 好我覺得選的這樣換是可以理解並且是好的 好就選這樣換 戰啦 Bogdanovic這邊一換來之後啊 我們整體的這個陣容 好的沒話說啊 這樣也補齊了我們整體的封線啊 但是我要把Tanotherweb拉到先發 然後Bogdanovic拉到4位 這個應該算是能理解的啦 來看看我們的防守 我們的防守還是很爛 但是我們的技功的話來到99平分啊 好機中的交易按的話我已經處理也差不多了 然後Doyapop我這邊先把他要回來 一年450萬可以 Doyapop我記得如果沒有錯的話 他當初是跟Rajarondo交易按的時候一起過來的 然後就一直打到現在 以現代籃球來說也算是球隊中的老將了 所以450萬給他的話也算差不多啦 所以我們今年的話就直接來到寂寞吧 好現在來到進步在今年的話 Dongeric先拿下來我們最有加的球員 並且南下長距離33.1分 16.3個籃板8.8次的助攻 1.4次到技能0.9次的火候 外帶4存3.9密動率 Vacivus最下的第二人 Nexex的combo最下方的球員 Jose Westman最下進步獎 還有Junkers 這位是南下最加的教練 今年排隊分區第6名 勇士隊是直接來到分區第10名啊 哇他們好慘啊 那今年的話我想要試看看一個狠奇好不好 Bronzen 你打2號位 3號位 給Dongeric 我們的防守雖然可能下降啊 我們看一下防守有沒有下降很多 太多了太多了 82這樣真的不行 但是我這邊還是想要試按對決馬次隊啊 打個兩場感覺一下行不行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再換回來 因為我覺得Bronzen打到替補第二人的話 雖然可以在第二陣啊 但我覺得這樣整體對戰艦來說 不會是一個好事情啊 我們先試著了解一下 對決馬次隊第一戰 1比0 1比1 好像還可以 來看看第一戰 Android Drummond 哇 Android Drummond這邊又過去了 然後並且等一下27分13了 1組合2差點1組合2表現 迪迦奈莫瑞這邊得到25分62版 8組合2超級 Kelton Johnson 13分6籃版 Narkett 這邊是13分9籃版 9組合1超級 而且Robinson 哇 他們整體的陣容全部打亂 這邊是拿到10分8籃版 2組合2超級4組合4組合表現 那我們這裡當局也是 拿到27分6籃版 9組合1超級1組合 Bronzen 拿到17分2籃版 2組合 Chris Paul 拿到14分4籃版 7組合2超級表現 第二戰看起來的話 Bronzen打32分鐘 但因為沒有什麼球犬 所以他僅僅只拿到7分4籃版 我覺得這樣子好像不太好 那Mars堆這邊的話 Djrницы Marry 20分3籃版 5組合2超級 Johnson 17分2籃版 3出攻 Tramon 16分9籃版 3出攻 1超級 那我覺得看起來啦 Bronzen你還是打回控制後衛啦 然後BiN就打TB第二人 我覺得防守比較重要呢 對啊Hourley加Podymary 這樣一個組合 防守上的話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的啊 再來看第三戰 2比1 2比2 天王城這場看一下好了 我們知道一下這場比賽 對這場主場的話 喔 感覺起來蠻接近的喔 可以繼續上面了解一下 沒問題啊 看起來是不用了 來這盤比賽輕鬆一下 恭喜 擋取機24分 半籃板13助攻 火葛丹娃娃娃受傷啦 但是他今天還是拿19分 九頭五中三分球啊 然後是Chris Paul等一下15分 無籃板10助攻 六超級的表現啦 管這邊有10比3啦 至少西爵沒有太大問題啦 Morley25分 Johnson22分 Dragon14分 Norget也13分 那這邊看起來是可以直接晉級到下一輪啦 4比2 哎呀 今天要打2K之子啊 他們陣容上應該沒有太多改變啦 我就不特別看了 9分MG7年之後啊 再度回到獨行俠隊 我覺得這個陣容對他來說是不錯的 T5隊這邊最重要的是 他們兩個主將都受傷了 所以呢 我覺得 就只有這樣 Wanson跟Brain Ingram的話 我們就可以比較 放棄一點點 但可能也就只有一點點了 但由於現在我們PKDW受傷啦 所以我這裡的話 好像要誰守他都會死對不對 那就算了 既然沒有人守得住這樣Wanson 那我們就只能在進攻方多得一點分數好不好 灰狼打灰熊啦 這個組合真沒看過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輪 1比0 1比1 好像還行啊 2比1 3比1 讚啦 剛才前後我們算是撿到寶啦對不對 在他們雙主將都處於雙狀態啊 我們這邊打起來就比較輕鬆一些啊 來第五戰我就直接來看一下 應該就算是 T5隊應該我們也可以輕鬆贏過去了啦 這樣比賽我們就來輸了 當局今天39分7兩板8助攻啊 然後Crisp24分6兩板10助攻 這樣會成39分英國人33分 完了我覺得現在這種比賽我們可能會爆炸喔 來我們來了解一下對決T5隊的比賽最後一場啦好不好 這場一定要贏啦 輸了我們可能就要回家了你知道嗎 哎呀我的媽呀 可以可以可以 好像不會到不行喔 哎唷總算起來了 最後三分鐘我們繼續上回看一下吧 現在來到T5隊的獨行俠隊的比賽 目前為主要109比105 目前4分差距 這邊T5隊的擋拆之後的話 給了羅卡丹俊一個外線三分球的機會 3分推了虎頂位置 再來給到是英格蘭 英格蘭對你覺得Bronzen 這邊是一個錯位單打 轉身上去籃下單打成功 固定位置等一下再說跑位 Bronzen 一個手一手傳球 Bronzen內線切入 不過被分任英格蘭一個火鍋刺喉 這邊給到張威德森 直接快攻到籃底下 籃下強力單打成功了 Chris Paul 4-5角 給了MG MG選擇往籃下單打 不過為了把籃球倒是一個火鍋 Bronzen拿回了這個籃板 擋拆Stayback 上去出手 這球打了藍光上面沒有進 Brahams 再給了是Zan Watson 不然交到英球之後來到籃底下 不過是為了當局給防了下來 T5隊持球 給了是盧卡 盧卡再拉回來一個T5隊Jr 再給Bronzen 外線三分球 追進去 了 Brahams 這邊給了張威德森 藍底下T5隊Jr 對位到 不過這球還是不要打進去 哇 連續三波的單打球盡 健康裝備下當局確實真有實力 盧卡 這邊跟Magee一個擋拆配合 不過三分球外線被Jackson給綁了下來 More 新球 再給Granhead 給藍底下 張威德森 空中接力失敗 然後藍底下 Magee 再給Bronzen的時候 這邊是More一個超劫 Ingram 面對Magee 這邊是小打大的一個錯位單打 不過這邊選擇直接頂著頭 這邊Magee綁了下來 Bronzen 這邊再給Bronzen 不過是出界了 哎呀 接下最後一分鐘 Ingram 再給藍底下 Azobuki 這球是一個超劫 再給他Dunge 然後藍底下 Gamagee 選擇出手 哇 這球是對兩人包夾的一個火鍋啊 Ingram接球 他這位Jr 這邊看起來是有點這個 沒有跟上來 不過 最後從後面跟防的一個追身干擾 Chris Paul 接球前場 面對是Ingram 選擇中具跳投 球 球沒有進 這邊就只能趕快做一個半規戰術了 這個More應該是一個明年的新秀 在這邊確實兩把中一 停Hudway 再來底角Dunge 沒有輸一個空檔 來藍底下 拋投 球也沒有進 那這邊看起來這個比賽的勝負的話 應該就是我們體育隊了 最後比數118比111 7分差距 那最後是將這個比賽拉到 生死第七戰 本場比賽當局得到35分13籃板 15助攻2主攻的表現 Bronzer今天19分3籃板2主攻 Bogtanovic今天16分1籃板 9分BKey15分8籃板2主攻1主攻3主攻 Chris Paul今天僅僅得到6分3籃板6主攻 另外一方面Brennan Ingram 得到31分5籃板5主攻1主攻1主攻 第七戰 第七戰 恐怕 也不要說胸多起早 至少打起來會非常困難 能下來能下來 水啦 好不好 來 贏下來 可以 當局兼33分15籃板 7助攻2超級表現 Chris Paul兼22分3籃板6主攻3超級 這樣會忍堅 貴吧 47分12籃板3助攻1超級1主攻 哇太誇張了 但幸好最後還是贏下來 要不然對他那主場可能就很困難了 最後的話我們度過的難關又要來下一個難關啦 分區第一名曼菲之輝泳隊啊 這場比賽恐怕兇多吉少啦 1比0 2比0A 3比0A 4比0 恭喜 沸騰7輪隊 今年該不會 他們家的Gary Payton 非常適合他們體系的一個球員 那這樣看起來今年拿總冠軍也不是太困難喔 看起來 因為Jalen Bronson在替補席 雖然上的時間沒那麼多啊 但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長軍得分幾乎沒有變 然後3.2個籃板 5.7次助攻 0.8次超級 外帶3.83名中率 我自己覺得Chris Paul到來 也確實幫助到毒瓶俠隊不少 看起來一路到了總決賽 那既然是變成7輪隊的話 我們就一場一場得萊姆尼亞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戰的話 我覺得對方家主場 可能要贏的幾率還是比較低一點 但好像也不是不行喔 我很接近很接近 最後的 最後三分鐘我們稍微看一下吧 7輪隊的毒瓶俠隊比賽 Bronzen持球 這邊再給Dounchurch 再回給McGee 最後一手傳球 給到是Bronzen 外線3分球空檔出手 球沒有進 MB 單打McGee 看起來是被完全防住 沒有什麼機會的 再回給McGee 又轉身之後 來到籃底下 終於跳投球 進了 哇 不斷的試看 到籃底下 但是是沒有機會的 這邊被採取包夾 Bronzen 再次一個3分球 還是沒有進 Lucky 沒有拿下籃板 Harden 這球來到前場 哇 這邊再給Milton 一個3分球 哇 確實火箭隊實習的 Jump Harden不見啦 那那球如果是火箭實習的話 他一定會自己擔打 不過這邊把球傳到外線的話 其實也是好事情 戰術最終跑道是外線的Bronzenovic 直接一個3分球出手見了 Harden 都會是Bogadanovic 這邊選擇單打 不過會被McGee給協防到了 這球McGee拿下防守籃板 Bronzen 這個Dongridge 這場才 選擇外線3分球出手 這球打籃籃板上面沒有進 Nessi 這次Bronzen 藍底下出手沒有進 現在就是Bronzen在場上 原因是在於說 目前Chris Paul 似乎是因為這個 右腳跟著一個瘀傷 所以他是並沒有辦法上場的 Dongridge 再拉回去 給到Bronzen 這球出手近了 剛剛前面Bronzen 兩球都沒有進 這球總算是擺穩了一點顏面 Maxi 一個擋拆 這邊換法了 MB 面對Jobel McGee 這邊停球了 再過一個Maxi 選擇中軍跳投 不過這邊 直接被Dongridge一個護鍋伺候了 Bronzen再一個擋拆 擋出兩人控擋 Magee 藍底下 面對MB出手 球沒有進 Nessi 外線出手 打籃王上面 最後這場比賽的話 看起來也就要這個地方了 最終比出110比103 7分差距 攻擊小隊先持著大點 進行下這場比賽 王長比賽的最後沒有畫出來 想讓驚險 Jobel McGee 今天得到7分10人版 6主攻 1超級 4主攻 Tomas Harris 今天得到18分6人版 1主攻 Maxi 今天得到13分7人版 36分1超級 Magee 10分5人版2主攻 9分9主攻 Dongridge 今天大三元 34分17人版 10主攻表現 Cris Paul 15分3人版 8主攻 1超級 Tholyway Junior 14分6人版 1超級 這邊再來一場比賽 這場比賽的話 看起來 還是在對方的主場 這場比賽的話 看起來 沒什麼太多懸念 飛翔7人隊 把我們碾壓了一波 當局今天一樣 是31分7人版 12主攻 當然今天要用Mb 等下25分 包含Harris Harden Maxi等人都跳出來做三明球投射 第三戰在我們家主場的話 看起來 要贏的紀律性就比較輕鬆一些了 全程都是分數的碾壓 但最後沒有看起來 有那麼一點點的可能性嗎? 沒有 最後還是贏下來了 接下來再來看 第4戰 第4戰 一樣在自家主場 如果能夠連續贏下兩場比賽的話 看起來在總決賽 我們就比較有機會可以贏下來了嗎? 最後 差了大概5分左右 最後贏下來 恭喜 當局今天49分 12籃板8主攻2超級的表現 不管當局 16分4籃板 2主攻1超級 Chris Paul今天 15分8主攻3超級 防守上的表現 Chris Paul絕對是 幫助我們球隊非常多 Broson替補出發 等下14分7籃板 4主攻1超級的表現 我們可以今天等下9分5籃板 另外一方面的 全不差了今天25分4籃板 8主攻1超級145攻 9分5B今天等下23分10籃板 13主攻 Haris今天等下18分2籃板 6主攻表現 Max今天等下15分3籃板 1超級1超級 那看起來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比較輕鬆一些囉 這場比賽 雖然全能都非常接近了 但我們還是分數上 算是蠻碾壓對手的 喔 這場比賽 5分差距 進去了解一下 目前現在第5戰 107比102 五千差距 Chris Paul這邊小打大 再給到籃底下 Lougat Dundridge 整個開後門 這邊其實可以看到 他的速度已經 更不太上Lougat Dundridge 還有Haris 想要穿越籃底下 哇這邊是直接一個失誤 再後一個Monkey 執行一個手裡手傳球 球沒有出控擋 一人拉回 喔你有一個擋拆 拉回來到無頂位置 多一個張球 張球沒有進 場上看起來 目前是打一個四小一大的陣容啊 不過這邊可以看到 是不是獨行俠對手都非常好啊 那最終的話就只能做一個 走步尾利亞 張記者 無頂位置 喔你有一個擋拆 現在是Tobas Harris 哇 一個拉回來做一個Airball 不過這球的戰術執行的話 算是一個S型的一個走位啊 算是Lougat Dundridge還蠻早起球的一個戰術 做一個短檔拆 然後籃底下 9B 直接單打成功 9B McGee 給他Dundridge 直接用速度優勢 單吃 籃底下 兩人包夾 左手上籃成功 這邊再給Lougat Dundridge 採取雙人包夾 半身跳投 我球進了 儘管是雙人包夾 也阻止不了NB的一個翻身跳投 今天雙方組件的表現都相當優秀 都有40分以上的進障 Dundridge一個擋拆 這邊想要單打9B 一個墊不往後 中距離跳投球沒有進 中距離跳投球 傳球給他Dundridge 採取雙人包的失誤 再給Dundridge Dundridge一個轉身 失誤都沒有什麼機會 再拉回來一個外線上面球出手 打了兩罰上面 彈了兩下沒有進 Lessy剛剛兩罰中一 這邊再給Dundridge 打了兩罰上面的這球沒有進 那最後這場比賽的話 看起來也是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返回了 最後比說114比106的八噴差距 雙方的話 戰場了3比2的一個局面 今天9萬MB 等下41分17籃板 二主攻一主攻表現 Harris今天是22分6籃板 五主攻 Chromers12分1籃板 二主攻 Harden10分7籃板 五主攻 Nexy9分5籃板 八主攻 另外外面檔曲今天等下49分 17籃板 七主攻一超級的表現 Bronzen19分1籃板 三主攻 14分二主攻一超級 Chris Paul13分9籃板 七主攻 好啦我覺得這場比賽之後差不多啦 我們應該可以拿總冠軍啦 喔唷 開局直接來個38比17耶 喂 但戲腦後面還是有 打回來嗎 媽 媽 媽 啊 恭喜 達斯獨家隊 總冠軍 恭喜 MP最後這場比賽看起來 就稍微表現得沒那麼好啊 但當局可以說正常發揮 Chris Paul今天也是18分二籃板 十二主攻 看起來這場比賽 沒有什麼懸念 獨家隊最後拿到總冠軍 4比2 淘汰掉了 760隊 最後的FAP的話是我們的 路卡 Dunget 恭喜 場軍 39.8分 9.5個籃板 8點 7次主攻 1.2次召集 一次火鍋外帶 4成663分頭 命中率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這當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2K 模擬起來比 農課Dunget還要再強的 沒有這種人 好啦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別的小鈴鐺訂閱 並且感謝小鈴鐺 朋友們最新的影片動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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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